董老师他基本上98岁的人生历经的是不同时期 不同时期当中都有特别的生命力的这一个坚毅的展现 是的你看美国政府他正式的道词是说 李登辉前总统他开创了台湾的民主时代繁荣时代 中共的正式回应是说他是千古罪人 他是历史罪人 其实这两个说法都有很深的含义 我先说美国这一边 为什么他开创了这个民主时代 他其实范围很广阔的多 第一个他是李登辉缔造了华人世界数千年来 第一次和平那个转移政权 转移之前没有流血 转移之后没有清算 第二个那中共为什么把它叫做千古罪人呢 这是我亲耳听到的 中共把它李登辉前总统定位为台湾最难应付最难打交道的对手 所以你回头来看两岸关系在李登辉时代的陆续的发展 你马上会看到一个主线 两岸关系呢本来叫做国共关系 从国共关系一路带到两岸关系 一路带到国与国的关系 这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什么叫国共关系 其实呢就是国共两党在争那个政统 汉贼不两立嘛 那个叫国共关系 这个第一次直选总统之后呢 就变成是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呢是暧昧的 可是那时候我们在追求对等 再过来1999年刚刚谈到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这个就把它带到了 等于是说在追寻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家定位 还有台湾的主权定位的问题 那第三个呢 他对台湾还有很特殊的贡献 我是这样看的 他帮李登辉前总统帮台湾至少缔造了五个护国神山 第一个是国防上的国防线 军事现代化军事改革 从他那时候开始的 第二个刚刚谈到的 这个台湾的民主自由 走上民主自由道 这是政治上 第三个经济上 这个半导体产业细盾 就是帮台湾建造了细盾 再过来社会上全民健保 第五个文化上本土认同 他至少帮台湾建立了这五个 我刚刚说的护国神山 所以说刚才这个 佩芬姐有谈到 那个七块论 中国七块论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从96年台海危机之后 那个时候 中国跟美国才真正的醒觉说 有可能是中美之间 有可能会有一战的 从96年开始之后 所以虽然当时两个领导人 柯林顿跟这个江泽民 是互相握手言和互访嘛 但同时都命令自己的国防部 赶快制定对对方的作战计划 所以中国对美国的作战计划 96年之后制定的到现在修改过很多次了 美国对中国的作战计划 也是96年之后制定的 到现在也修改过很多次 一路到1999年 99年的时候两国论的危机之后 跟的是中美之间爆发的南斯拉夫 那个使馆被炸案嘛 所以说中美之间有一战 在那个年代越看越真实 那那个时候李登辉前总统 为什么讲出中国七块论 他就涉及到战争结束以后 要怎么处理中国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看法 所以我们今天在怀念 李登辉总统的同时 其实我们要学习他往前看 往远看的这一种特质 好我们稍后回来